美国可能有了一个对付朝鲜导弹的新武器,那就是F-35隐形战斗机。 商业内幕报道说,随着朝鲜努力发展瞄准美国本土的导弹,F-35新的空中目标可能是一枚导弹而不是战斗机。 根据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空战专家布朗克·Justin Brunk 的说法,F-35目前配备的导弹只需小小调整就可以瞄准敌人的导弹。 通过稍微改变固件,稍微调整一下,理论上就可以获得打击弹道导弹的能力。 布朗克告诉商业内幕,参与五角大楼弹道导弹防御的消息来源证实了布朗克的这个说法。 基本上F-35和他的AIM-120空对空导弹可能很快就有能力扰乱朝鲜下一次的导弹测试。 但是目前技术上仍然有一些困难。 朝鲜常常从出乎意料的地方在奇怪的时间从移动发射台发射导弹这些加起来构成了难以预测的发射,使得F-35只有有限的时间来瞄准它。 你不得不非常靠近它们的发射区域,布朗克说。 布朗克解释说由于AIM-120导弹燃烧时间短,所以F-35不得不从很近的地方瞄准导弹。 随着弹道导弹上升,飞快加速,AIM-120短暂的燃烧时间意味着它只有宝贵的几秒钟抓住目标。 在这几秒钟内,弹道导弹会飞得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 F-35的AIM-120导弹只有12英尺长。 对于执行这个任务而言有点短。 更好的作战方案是F-35跟美国海军阿力。 F-35的设计是为了让它轻松地跟海军的瞄准系统融合,以便F-35可以找到追踪敌人导弹并提供瞄准信息。 因此最佳战术是F-35追踪导弹,然后美国海军驱逐渐击落导弹。 在美朝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最近派遣F-35到日本并讨论让F-35参与导弹防御的事宜。 上周川普政府消息来源说他们策划对朝鲜,发起一场迎面痛击的攻击破坏朝鲜的导弹计划。 韩国媒体周四12月28日报道说朝鲜可能计划发射一颗卫星,其相当于发射导弹的演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